在洪茂桥德意区超过1000名居民 今早和国务资政李显龙一同为国家庆生 德意民众俱乐部今早举行国庆敬礼仪式 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齐聚一堂 身为这一区议员的国务资政李显龙也出席了仪式 尽管天不作美突然下起了大雨 但并没有影响居民为国家庆生的性质 活动转到室内进行 居民同李自正一同高唱国歌送念信约 李自正随后也同民众一起为国家唱生日歌和切蛋糕 祝贺国家59岁生日